大家好我是慕直楓吟 我今天要講的是雲端生活應用的工具 那今天要講的是在小組作業的時候該怎麼去處理 假設你今天要小組作業的話 不管是在Google上或者是在Office上 他都有一些相對應的功能可以去協助你 假設你今天有小組作業有可能有 大家有不同的作業要一起做然後交上來的話 你可以在你的雲端上面去建立一個資料夾 那假設我們今天要做的這門課叫做遊戲企劃 那我今天就建立這個資料夾了 那今天我小組有十幾個人 那十幾人太多了 我們今天小組有三四個人的話 我們要一起做些東西 我們可以在這個資料夾上去用共用 在這裡輸入每個人的小組存員每個人電子郵件 然後按完成 那這些小組的人他們就會收到這些你的編輯權限了 那編輯權限看到的地方的話 就會是在與我共用裡面 他點進去就會找到這個遊戲企劃資料夾 那大家就可以把相關一些資料傳上來 你可以在這邊建立資料夾 比如說像是那個參考圖片 那大家就可以一起把 找到一些相關參考圖片資料就丟進來了 或是今天你今天要打企劃說的話 你就像我們上一次三個影片所講的Google文件 點開 然後這一打 標題打遊戲企劃 遊戲企劃2017.1版 這裡有一個好處 我今天如果是在這個Google雲端上面去建立Google文件的話 所有的團體成員都可以直接進來這裡面去編輯 比如說你今天要打遊戲企劃 你們討論非常非常多的項目 只叫遊戲企劃一個人去打的話非常的累 那你們今天想要團隊三四個人一起 同時一起打一份文件的話 你只要在雲端上面建立這份文件 那所有人都可以點進來 所有人一起打這份文件 這樣可以大大縮短你們整個團體編輯文件的時間 甚至你們今天要做一個團體的報告的話 你們可以從這裡建立一個PPT簡報 那讓你們團隊的所有人都直接進來這一份裡面 追求團體簡報的編輯 這樣會大大的縮減你們整個團隊去做簡報或做文件時間 也比你們每個人個別先做完之後再統整到一份來的好 因為你們今天假設所有東西都先在這一份裡面先做完的話 那最後只要去做一個基本的美術版本編輯就好了 在雲端上面編輯的時候 你不要去做太多的版本上的編輯 因為如果你今天做太多版本上的編輯的話 下來下來格式可能會有些微的落差 那你可能要再調整一次 所以我會建議說你在Google雲端上面去做編輯的時候 不管是做Word編輯或是做PowerPoint編輯 你們只需要做基本的文字大小編輯就好 或是文字出底協題或是文字顏色編輯這種東西就好 或是圖片大概放什麼位置大概編輯一下就好 真正非常多細節微調的美術編輯 會建議大家還是下載下來再去編輯 今天如果是團體的話 最好也是在上面打就好 這樣你就不會說還要需要說ABCD 每個人都打文件之後再傳給某一個人 那他還要再打開每個人的所有的Word文件 PowerPoint文件打開之後一份份複製到同一份裡面 這樣會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這個團體編輯的方式我會非常建議大家說 直接在Google雲端上面建議一個資料夾 所有人都在文件上面都在這上面一起打 打完之後最後要交給老師的文件 再最後下載下來去做一個統整的編輯就好了 今天我切到Office365就是我們Microsoft簽約的雲端裡面 他本身的概念一模一樣 一樣都是你去新增一個你要團隊的資料夾 假設這次是動畫企劃 那一樣你可以對這資料夾去進行 啊這如果打錯字的話 你可以在這命名的重新命名 你可以進行共用 那一樣從這裡選擇你所要共用的人 然後傳給他們 那所有人一樣都可以在說 與我共用的項目裡面找到這份資料 那你就可以在這資料夾裡面去新增檔案 像是Word 以CLO、PowerPoint等等之類的 把它新增下來 然後下來就可以所有人一樣都可以在線上編輯 那一樣都是線上編輯完之後 再下載下來去處理就好了 Office365這部分的使用概念 跟在Google的使用概念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在我們學校簽約的Microsoft Office 它本身Office365有一個更適合在整個小組作業時使用的功能 那這個功能叫做Planner 這裡 點下去 Planner 它本身更適合你去進行一個小組的作業 假設你今天是要做一個 兩三個作業份的小組作業的話 你可以從這裡去建立 那建立的方式很簡單 你先點新計劃 在新計劃這裡你就可以打上你的計劃名稱 那你的計劃名稱像比如說今天是要做一個小遊戲好了 你就打課堂小遊戲 那假設這就是你們的計劃名稱叫課堂小遊戲 接下來你就可以直接按建立計劃 或是你想要對計劃做一些新的描述 你可以把這裡打上一些計劃的描述 像是說那個 比如說像這樣子 那接下來按建立計劃 那你就把這個計劃建立起來了 那你在用Planner建立好計劃的時候 首先第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去新增你的成員 所以在這裡成員 那它這表示這裡 它現在還在做整體的設計當中 你就要稍微等一下下 那我們計劃好建立之後 第一個新增成員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在裡面做其他的東西 那我今天先在這裡先做其他的東西給大家看 在它新增的時候 它一開始建立事項 似乎是有一個大量事項 那假設你今天這個課堂小遊戲 你有要做的東西 還有包含像是那個 資料尋找之類的 你就會新增一個項目叫資料尋找 那你就可以在這裡 寫說要找什麼資料 比如說要找 找藝術史資料之類的 這樣子 然後設定說我今天要哪一天到期 9月19號好了 按你可以選擇你要指派誰 那今天用我還沒新增成員 所以這裡沒辦法指派 按新增工作 就像這樣子 那我們在資料尋找這個項目上 我們就知道說有個件事情 我們叫做找藝術史資料 那假設我們還有其他 我們可以從這裡去新增類別 那在這裡新增類別 主要是一個大類別 比如說整個資料有很多 比不同的細項尋找的話 要有不同的去找 你就可以去把這建立成一個大類別 像我們一個社團活動 可能很多像是白天啊 晚上的大活動啊 或是白天裡面可能有大地活動啊 或是有那個類似像是尋寶活動啊 類似這種 你可以新增大類別像是什麼大地活動 然後裡面新增一些資料 比如說要做的事情是大地活動 什麼東西要處理 然後尋寶者有什麼處理 你就可以用這種方式去處理 那接下來你看到說 這裡有面板 這裡有圖表 那所謂面板就是這個 那所謂的圖表呢 就會是說它會顯示 有什麼事情 有誰 還有什麼事情還沒指派的 假設你新增好成員 這裡就很多成員名稱 那假設你今天用指派出去的話 那就顯示說 你這裡每個人指派的事情 有幾個項目 那這件事情是還沒開始的 或是進行中或落後 或是已經完成了 假設你今天的事情 這件事情你已經在進行了 你就可以把它改成進行中 就像這樣子 然後這個裡面的編輯 你還可以新增其他的東西 比如說像這裡開始的事情 你可以自己設定 或是說對於這件事情 你有什麼要交代的事情 你可以在這裡新增 那每一件事情 都可以新增細項的檢查清單 比如說 藝術史資料 我第一個要查的是 那個 著名藝術家 五位 除了這裡外 我還需要去注意的就是 每個藝術家 十個作品 就像這樣 那你只要確定說事情有哪些 做好哪些沒好的話 你就可以從這裡去檢查 那從這裡也可以去新增一些 連結的一些參考附件 或是加一些註解 那註解的話 比如說像是 做得太慢了 好 你就可以按傳送 那別人在看的時候 就可能知道說 你說這件事情做得太慢了 要快一點 或是你覺得這東西 有什麼要注意的 像是你是團體的領導人 你看到這個人做得非常好 你可以打一個 傳送 那他在看他自己完成這條照 他就知道說你跟他講了些什麼 類似像這種方式 那假設你今天做完事情 這件事情已經完成的話 你就可以簡單簡單打一個勾 那就被畫掉 那就知道說你這件事情已經完成了 那既然一樣可以到圖表 你就看到說 這件事情還沒有指派 然後正在進行中了 那什麼是落後呢 落後就是你今天假設 你今天設定了一個到齊日 但是這個到齊日已經到了之後 你還沒有去說 這件事情是已經完成了 你完成這邊打個勾 比如說這是已經完成事件了 那我們就可以在這裡 看到說這個有一個 有一個事件已經完成了 那假設是還沒有完成的呢 那只要超過你設定的指定日期 它本身就會跳 它本身就會顯示說這是一件落後的事情了 那接下來我來新增一下我們整體的成員 從成員這裡 好你可以按一下你的新增你的成員 那新增成員的方式 當然就是打那個人的學號就好了 比如說我再打一下學號 好他就像這樣去找 那他就找到打學號這個人就點他 然後按儲存 那像這樣你把成員新增進來之後 那你在這裡面 你才去用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指派你的成員了 啊這裡可能要重新整理一下 你可以這裡指派其他你有新增進來的成員了 用類似像這樣的方式去做 它還有一個非常好用的功能 就是會幫你建立起雲端的空間 那在雲端的空間 就是你在這三個點點下去 有一個檔案的 它這本身這個空間就會是你們有在你這個planner 這整個計劃裡面的人都可以點開進去的 那你可以把你的資料存在 點在那個丟在這裡面 這樣你在使用office36的話 你就並不需要去另外建一個資料夾去跟大家共用了 這裡的用法就跟你一般的雲端用法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另外對於成員的編解部分補充一下 你還有一個功能是你今天可以把它從這裡點開 你可以假設你今天不小心加錯的話 你就可以從群組中移除 假設你今天要讓它變成跟你有同樣的階級的話 一樣都是游泳者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設游泳者 這是在整個村民的部分 你編輯可以使用的部分 那在於整個planner整個功能的介紹 基本上就到這一邊 大家還有其他問題的話 也歡迎大家在我整個影片的下方去留言 讓我可以知道大家的問題 或是到facebook上面去搜尋我的 整個專業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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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裡面留言 問我的問題會不會說得到 今天的整個影片就到這裡了 大家掰掰